拿到手以后,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箱子里有的配件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便携的支架棍 关于支架棍的使用,是在显示器的背面 右下角的地方有一个螺丝孔位 我们可以把这个支架棍直接拧到这个螺丝孔位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屏幕去立在桌面上进行使用了 非常的方便,拆卸也很方便 我们看一下显示器背面 背面有四个VSA75毫米间距的VSA标准孔 您可以自行购买第三方的VSA支架来摆放使用 我们随机器配送了VSA螺丝 其中包括这样子的转接螺丝 以及这样的VSA螺丝 使用方式 首先我们要把转接螺丝 把这样的转接螺丝拧到背后的孔位上 然后把四个都拧紧 这里只是简单给大家说明一下 所以不完全展示 拧紧以后我们去上VSA支架 最后再拿VSA螺丝 和在这里面 进行拧紧和固定 就可以把支架和大胀显然器进行固定了 简单试一下 简单试一下